下雨我就沒得跟坐 後來是誰改善的 拔田雨衣 把整個長達幾千公里的水汁建設 整個完成了以後 才讓整個嘉南平原有灌溉水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他當時候 還有我們剛剛說的自來水 就地下水的鋪設 把這些東西全部鋪設 其實這都是日本人把我們 把這個地方當作長久要經營的 一個證據 那國民政府以後 再接著這個 再延續慢慢走下去 所以你說好不好 其實當然有好就有壞 譬如說當時候的台灣人 李登輝那一代台灣人 李登輝日本名字叫什麼 李登輝是日本人 對啊所以我說他日本名字叫什麼 好 眼裡真難 像他那一代我要講的不是李登輝 我要講的是那一代台灣人好可憐 有人看得到 那一代台灣人 除此